大鍋爐裡乾柴燒者烈焰大火 不斷地把水加熱 只為燒出場賣到缺貨的人氣美食 來到高雄美濃 不是只有粄條能吃 在這裡有傳承超過一夾子的 純手工豆皮 這樣一天要燒多少的柴啊 差不多一兩噸 一兩噸 為什麼我們豆皮 一定要用這個柴燒啊 柴燒的東西它沒有油過味 可是柴不是也有油脂嗎 對 柴的油脂 和那個植物的油脂 和那個化學的油脂不一樣 這樣子在挑木頭的時候 木頭也要挑什麼木嗎 紅木的是最好 老闆每天凌晨開始磨豆 精挑紅木來柴燒 堅持骨髮蒸煮豆漿 再一層層挑出豆皮 要燒之前這個刺麵方 就要把它割 它這個手要稍微碰一下 它會被它拖過去 就會快掉 一割二撈手工豆皮 不只製成繁複 動作還要快狠準 全靠經驗累積 來 我先拉走 好 中間拉一點起來 現在從中間穿過去 直接穿過去快一點 喔 北湖 北湖 要快一點 對 對 對 透過水蒸氣加熱 不會吃到柴燒的苦味 還要經過風乾亮曬 平均每天生產 大概只有十來斤 變多了我就不要吃了 這個豆皮 我跟妳說啦 豆皮你不要看它這樣 豆皮放久了豆香味會不見 尤其是這種新鮮豆皮 而且它最特別的地方是這樣 它明明是從豆漿撈起來 所以香脆你在吃的時候 不是只有豆皮的口感 你要每一口 其實就可以吃得到豆漿味 薄如紙張的新鮮豆皮 常見吃法就是煮火鍋 沾著醬吃 依然能感受到濃厚豆香 堅持無化學添加的手工豆皮 不只大售韜客和名店青睞 更也成為美濃小鎮上 最美的一道風景 八大新聞最後報導 18位玩八方鎖定八大名稱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